说起来杨子最近大家能够都有十分的关注的 其实他也是一个童星出身的 而且他的戏可以说是很多人从小都看的 最佳有儿女的钟 他饰演了其中的一个重要的角色 十分的心爱美丽 也正是由于这部电视剧 他红遍了整个中国 最近几年他又忽然的火了起来 是由于演技真的太好了 十分著名的有欢乐送中的小秋印 他将这个角色饰演得十分的生动传神 推翻了以往大家对他的印象 而且如今有一部电视剧特别的谎 就是前几天刚方台下线的祥密 由于剧情特别的受大家的喜欢 而且女主的演技迸发 在剧中饰演的角色特别的淘气 能够由于杨子氏同心出身 而且如今的演技也特别的 遭到了大家的认可 网友们都特别亲切的说 他虽然年龄不大 但是却是一个老的演员 不止常常被导演们夸奖 被网友们认可 就连在一同拍戏的演员也称他为教师 这么受人关注的小猴子爱情自然 也特别受网友们的关注 由于他的性情比你好 特别能和他人合得来 在拍摄电视剧的时分和另外一位主演在一同 致信大家也都晓得这团体是谁 刚刚在一同的两团体特别的恩爱 两团体常常会一同参与活动 常常出如今大众的中央给大家喂狗粮 不过就是这么令人羡慕的一对儿 也没有抵过八月魔咒的影响 还是分手了 这个殷俊其实还是不能让大家承受的 由于他们两个分手之前 还被媒体拍到两团体 看班的密切照片 真的由于差距太大 令大家觉得可惜 不过最近由于他和邓伦演的电视剧特别的火 而且剧中的两个角色特别的般配 这个电视剧结局虽然是好的 但是进程却很虐 观众纷繁表示 假如他们两个假如在理想生活中可以在一同 那他们就要个人预备分子钱 而且网上也有一些剖析他们两个的音讯 看得大家特别兴奋 最近有一段采访